再我們看這個立體 他說物體A 它的質量是M 受到一個外力作用 由靜止開始 在T秒內 它移動了S的距離 物體B 質量是二類 所以外力作用 由靜止開始 在T秒內 它移動了2S的距離 這是2S的距離 那它們 則在此T秒內 物體A所受的充量 物體A所受的充量 用比較J1 比上多少呢 與物體B所受的充量 我們叫做Z2 等於多少 這個有好幾個做法 你可以由定義來做它 定義來做它的話 他說 這個也是在T秒裡面 一種做法就是說 你把力算出來 那因為時間一樣 所以充量就跟它的力成真相 另外一種的話 你也可以 把它算出它的末數 因為它是 粗數是已知 那末數的比 就等於它 我們用第一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就是說 我先把它加速度的比 算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S 是等於2分之1 A T平衡 所以它這個A 就跟S乘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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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M s 那 M 兩個不一樣 所以 F 跟 M 乘正比 也跟 A 乘正比 A 又跟 X 乘正比 所以 F 跟 MS 乘正比 所以我知道這個充量 充量的話 Z1 比 Z2 等於 F1 比上 F2 因為他花的實驗都一樣 這等於 M1 S1 所以 M2 S2 M1是等 M M2是 2M X1是 S X2是 2S 所以當然是 1 比 4 這個是第一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的莫動量算出來 第二種做法的話 我把 V1 算出來 我們知道 V 第二種做法 這個是第一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的話 V是等於 AT 是不是 因為他輸出等於 0 所以 V 的話也跟 A 乘正比 是不是 所以他的動量 P 充量等於動量變化 P 的話等於 MV 是不是 所以這個也跟什麼乘正比 跟 M A 乘正比 h a 就會跟 F 乘正比 了 跟 F 的乘正比 跟 f 的乘正比 X 乘正比 動量的話的F 乘正比 跟 M S 乘正比 他跟什麼 跟 F bes 相比 是這樣 也就是說 譬如說,Z1比上Z2,是等於P1比上P2 等於等於M1S1比上M2S2 這個,跟這個事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是1比4